長遠房屋策略小組委員會 討論政府公共房屋政策 有議員認為現時公屋建屋量不足 加上人口人士眾多出現供不應求 亦有議員認為公屋庫戶政策 迫使成年子女搬離父母 令年輕人住屋需求大增 間接導致劏房問題嚴重 為何有這麼多劏房呢? 劏房就是不夠住 你不夠住別人就劏房 這是解決方案 是市民用自己的方法去解決 環境衛生不得也好 不安全也好 這是另一個問題 但為了住就要這樣做 政府是不是都要想想 你自己可不可以做一些堅固的 環境好些的劏房出來呢? 你要這樣解決就沒辦法 現在你要短期解決的問題 你可不可以作為一些中轉屋 運輸及房屋局常任秘書長 柏志高表示 公屋政策是協助沒有能力 買私人樓宇的市民 同時需要分優先次序 有些人排隊其實可能住在劏房 或者是床位預所 究竟我們的優先次序是在哪裏呢? 房委會就認為 如果他們已經有一些比較好的居住環境 那就應該就是那個優次應該是低一些 因為有些人他們的居住情況是更加差的 因為我們的資源有限 我們一定要有個方法去分配 我們就決定那個優次是這樣 他又說 詳策會會詳細研究和分析有關公屋政策的數據 但現階段沒有結論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戴熱門報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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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